大家好,今天是2020年11月25日 今天,如果大家知道,鮑威爾的真正身份 可以釋放海怪的放大絕的一個律師 不過今天不是說他,是...做一點回顧 回顧特朗普總統其中一道行政命令 是2018年9月12日時候寫下的一道行政命令 Executive Order 就是說,如果外國橫加干預美國選舉的時候 會有什麼制裁行動會出現的 這道行政命令就是很長 他是這樣說的,作為美國承認的一位總統 根據這個緊急經濟權力法 IEEPA International Emergency Economic Powers Act 和這個合縱國緊急法 National Emergency Act 這個叫 還有入境和國籍條例 就是關於這三番詞 他就會作出相應的制裁行動 他是這樣說的,作為美國的總統 就是他發現到 可能是全面性 又或者是有影響力的一部分 在美國的一些外部勢力 真是外部勢力 外部勢力干預 就可能會令到公眾 對美國的選舉喪失信心 破壞美國公眾 對選舉的信心 包括說得很仔細的 可能是他這裡說的 unauthorized assessing 未經許可 就提取這個選舉 又或者是選舉宣傳戰的時候 那些設施 infrastructure 又或者是散播大量的propaganda 和disinformation 就是那些資訊戰 那就有兩個自用了的 一個是unusual 一個是extraordinary 就是那個威脅呢 是不常見的 還有呢,是非常突压的 就會對國家的安全 和一些外交政策 構成影響 2018年的時候呢 他是這樣說的 目前來講 就沒有solid evidence 但是近年來 大量使用這個電子數碼的儀器 以及使用到互聯網 作為溝通的渠道 就怎樣 令到美國方面的選舉 變得脆弱不堪 也提供了一個非常大的漏洞 給外國 去干預美國的選舉 這件事呢 在2017年時候 智能圈審議會 裡面呢 都提出過 那其實呢 有個叫boliva的人 即是他有個talk show 就經常遺餘這個特朗普總統的 不過呢 講到這個dominion 和smartmatic 這些這樣的電子塊儀器的時候呢 2019年1月 還是2020年1月呢 不記得了 他是同意特朗普總統的這個論調的 即是說he's right 即是好像發現新大陸一樣 覺得特朗普總統做什麼都錯的 但是 喂 這件事 他對的喔 即是連那些非常之不同意特朗普總統的人 都覺得特朗普總統說的話 是有道理的 好了 那我們看一下這個制裁方面的內容 即是如果你看到一些新聞 類近這些的時候 又執行得很快的時候呢 即是可能早有備案啦 那我們看一下他講什麼了喔 Section 1的時候呢 就是講45日內 即是你顯然異見 有那個舞弊情況的話呢 11月3日之後 數45日 國家資訊部門呢 以及一些相關的部門 就需要儘快這樣去確定到哪一個機構 或者國家 是對國家這個選舉舞弊情況呢 進行干預的 那你要留給得到他 那我記起的就是呢 咦好像炒了那個什麼 國土安全部的那個人仔 那當然啦 他說非常之 即是他講的東西是有原因的 他說這個是史上最公平 最透明的選舉嘛 你就即時炒掉了他 這言下之意 就即是不願意執行 總統的行政命令 所以特朗普總統目前來說呢 遇到的是非常之龐大的阻力 因為那些官僚機構 不要說官僚啦 就算是軍方那邊 都是吃水好心的 是鎖死了 很多人都不動 所以你是必須要 就是炒了那些 啊 不聽洗那些人的 你沒辦法的 即是他講到很仔細的 這個assessment方面呢 就包括你要確定 用盡你一切的方法 就是那個外國干預方面呢 他用的方法 和那個本質是怎樣的 the nature 包括有些什麼人在裡面 還有就是外國政府方面 有些什麼政府國家 是牽涉在內 你不知道的 可能是馬克伊的 這裏講了 包括些什麼 authorized 即是誰是有份容許這件事情的發生 directed 指導 sponsored 給錢 我supported 以及支持這件事 而情資局那位人呢 是有需要 即是如果有需要 他把相關的資訊呢 就提供給總統 國務卿 裁長 房長 檢察官 以及國家安全部 那個部長的 45日內 拿到這些這樣的資訊的時候 檢察長 以及國土安全部那邊 就要做事的了 就是要確認這個 這個舞弊的那個範圍 是去到哪裏 以及牽涉到的一些選舉設施 是些什麼 它整份報告很長的 就是我照看的 照說的 還有呢 給報告各樣的時候 是需要有一些更生 還有呢 要有相應的建議 有些什麼改善的措施 而其他部門 都要跟情資局那邊合作 應該是國家情報局 National Intelligence 而這些東西 是要獨立地向總統匯報的 而收到報告的時候 亦不少於30天 這個檢察長 財長 國務卿 國家安全局 國家情報局 亦都需要有相應的框架 那我不知道他們是合作框架 還是怎樣 總之要有個流程出來 亦有相應的責任要扶 即是 他們要搞好自己 應該做的事 是的 因為這裏說到 那個框架呢 是要一個整體行動來的 那所以裏面呢 不適合那些人 你就真的要淘汰他 那既然呢 情報局那條人 講到明 就說覺得最安全 最透明 那就不用做了 是不是 那所以他講的那句是 就是你就好像 吵架那樣款 你在Twitter那裏看 就好像吵架那樣 但其實啊 暗瓦底就是 他是拒絕執行總統的命令 你說陽奉陰違行不行呢 是不可以的 因為之後來講 你會把報告出來的嘛 那如果你沒有做到你相關 應該要做的事情的話呢 即是收到報告之後 不做事 那就算總統走了的時候呢 你也是有個法律責任在那裡的 那當然啦 你拜登基那些 就是這個老賊 就不知道會做些什麼 為所欲為的嘛 有些事情很明顯呢 就做得不暢順啦 因為都講明了 那個程序上面呢 是要有一致性的 即是以往怎麼做 你今時今日也應該怎麼做 還有呢 要有law enforcement的 有法必依 要保障到這件事的 還有保障到資訊的流通 現在很明顯 保障不到資訊流通 即是Google Facebook 那個Twitter 差點不記得 胡蘇佬 你那些在封鎖消息 主流媒體在封鎖消息 你保障不到這件事 現在 那到時候應該怎樣 他這裡有一句是這麼說的嘛 Ansures that efforts to protect electoral processes and institutions are insulated from political bias and respects the principles of free speech and open debate 是完全沒有做到這件事的喔 他要確保一些政治討論上面來說呢 是不會出現一些偏頗的情況 還有呢 你是要確保到自由言論 公開討論等等的事情的喔 那很明顯 哇 他連總統那邊 那幾天不停在那裡狂風 他是沒有做到事的喔 對不對 那當然啦 你也會問 為什麼啊 George Hawley 他可以這麼快找到一份東西 就知道Facebook Twitter那裡好像有個審查中心的呢 即是那份東西怎麼來的 這個好問題 所以目前來說 當然都要確保到 特朗普總統的這個選舉結果 但同時間選舉舞弊的那些調查各樣呢 其實是現證進行的 他這裏說得很仔細的喔 就不知道誰跟他草耳的啊 即是鋪天蓋地天羅地網來的 首先就是要刮出那些人啦 包括直接或者間接參與這個行動 包括付錢啦 包括掩藏罪證都算是的喔 總之跟外國干預有關的 都要計算在內 你不單是錢的 物資都計算啊 就是你那些QPON各樣 他不屬於錢來的嘛 即是你送些蛇齋餅總都計的啊 以及科技上面的支門都算的 又或者他擁有著那些物資啊 或者資金啊 公司啊 諸如此類啦 還有呢 都看回2015年時候的 一條行政命令 即不是他班的 那就是講 這個 裁長沒有老陰啊 可以有的那個權力 可以去到哪裡 但是呢 如果要check的時候呢 我就要check回歐巴馬那個行政命令 到底裁長可以有幾大權 那就太長了 應該都是禁止某些東西啊 或者是有些不知什麼企業 involved在裡面的時候呢 你又停了一些資金來源啊 諸如此類啦 又或者要審計多些啊 這樣那些咯 即這個不是新東西來的 是奧巴馬時代的東西來的 那他講到制裁的範圍 包括呢 可能是財務機構啦 防務機構啦 即是那些軍工那些 科技企業啦 又或者是交通 transportation 物流那些公司 那另一樣東西是針對個人的 blocking and prohibiting 即要阻截資金的渠道啊 如果你那個人是被證實有關聯的時候呢 你就要完全凍結他的資金啦 還有是出口管制 外匯方面的管制 其實你凍結了他的資金 什麼都不能做的啦 那些交易 那還有就是呢 將那個人啊 請回來那些 可能用H1B走進來那些 人啊 就全部 驅離出境 那你不一定的 可能聘請了些 塞爾維亞人的嘛 那你拿著H1B進來 那你驅逐他出境 那在這個行政命令上面來講呢 目前啊 我見到就是 主要來講呢 那個裁長就很大權 即所有東西都是 倚仗那個裁長去做的 其中啊 銷毀證據這件事呢 是落入了這個行政命令的範圍裡面的 就是如果你去 好像喬治亞洲那樣啊 去銷毀那些選票啊 那些信封啊 各樣呢 應該都會觸犯到這件事的 他有解說的 就是那個term 什麼叫做 掩藏 就是掩掩 就是你有動機 很明顯的 又或者不明顯都好 啊 那都有機會的啊 不過交報告呢 都要很長時間下 你看到啊 啊 那裡數了都要75天啦 就是都要給時間人做事的嘛 目前來講 距離那個選舉啊 過了就14天而已 就是你硬快啊 再加上之前呢 情報局那個人又阻頭阻勢啊 那所以啊 可能推慢了幾天啊 那不知道啦 目前來講啊 即將會有些聽證會啊 各樣那些東西啊 那我們又繼續 密切留意事態的發展啊啊 好 今天講到這裡